好,同学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这节课来讲解一下这篇范文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前两个部分已经讲了这篇范文的题目是 Women and men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jobs 也就是说男女会适合不一样的工作 比如说女的可能会更适合当护士,男的可能更适合当engineering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第一节课讲的是写作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structure,第二个是ideas 第三个就是comma sentences 然后最后我们把ideas和sentences放到一起 需要你们注意的就是,我帮助你们来复习一下 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structure结束之后是两分钟 确定结构两分钟 然后在二至七分钟的时候 你的ideas就应该generate完了 也就是说你的IBC组都应该结束 然后在七至十分钟的时候 你再来把你的sentence recipe 句子结构和你的词组放到一起 它 means planning 结束 然后十至三十分钟的时候 写三十至三十五分钟的时候是proved reading的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你,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under test condition的时候 时间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二十分钟之内写完的话 所以为什么前面的time is planning 是基础 所以后面的这个写的话 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写的会比较慢一点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intensively去练一下和writing 怎么样可以在二十分钟之内写出来 大概三百次的文章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二个课我们讲的structure 如何确定一篇文章的结构 那我们说的是结构就应该是 像我视频里面这样子 总共是有多少个段落 一个文章有多少个段落 然后每个段落是多少句话 大家回去去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所讲的重点 就是怎么样去generate ideas 那在我们generate ideas之前呢 你需要知道到底什么是ideas 在文章中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是一个完整的文章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包地段里面 我画紫色的这一个部分 highlight出来这个部分就是ideas 比如说每个段里面我说 females and males hold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making them suitable for certain jobs 然后这些点去解释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 然后比如说我提出第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又做了一个举例子的解释 里面有很多表示实际意义的词组 这些就叫做idea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在文章中 这些ideas的词组的位置 是在当你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每个段落有两个原因去解释 细节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写出这样子的ideas 而这种ideas我观察叫做abc词组 就是它符合逻辑结构 a发生b发生 然后c再发生的逻辑结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篇文章 在你每篇文章generate ideas之前 你都需要去知道一点就是 你要知道这个文章 是让你去论证一个东西的利弊 还是去让你论证一个东西 导致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是论证一个东西的利弊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利弊 你说任何东西都可以 那么管它叫做a类型的文章 举个例子 比如说being a vegetarian is good 那你可以说作为vegetarian任何的好处 你可以说作为vegetarian的话 对于环境好 你也可以说作为一个vegetarian的话 你可能是对于自己的健康是好的 说什么都可以 那这种类型 a类型的题目的话 它想出ideas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a 然后你直接想出来你的 先确定文章的核心词是什么 然后直接想出来abc词组就可以了 好比如说being a vegetarian 然后发生什么呢 可能是说什么reduce your calorie intake 然后会benefit your health abc 然后这个时候 有些时候很多同学是没有办法直接想到abc的 因为我们课程里面词组 有些时候并不是考试里面完完全全一样的 需要你去应用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先去联想到一个ideamap 然后再转回到abc 是怎么样去 然后通过ideamap再联想到abc词组 然后ideamap的应用的话 在免费课程里面有具体讲解 好我们再看一下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题目 另外一种类型的核心词是这样的 它是说 它并不是那种开放式的让你去论证利弊 而是说让你去论证一个东西 怎么样去导致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being a vegetarian benefitmental health 那你只能说做一个vegetarian的话 可能对你的心态比较好 心情比较好 因为吃素确实是这样的 让你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那这样子的话 你真正去论证的时候 你要论证的是i怎么样导致c 和刚才那个不一样 刚才是a怎么样有那些不一样的abc 但这个是a怎么样导致c 你需要去做什么 去想出来b是什么 想出来这个how是什么 所以这种题稍微有一点难 有些时候很多同学跑题 就因为在这边 想不出来b是什么 好同样的道理 想不出来b的时候 还是应用ideamap 去联想一下就可以了 ideamap里面这么多点 然后再回到abc的应用里面 还是每一个核心词的话 都是有两组abc次组 然后我们回来再复习一下 好总共文章的核心词 去分析文章核心词的时候 我们来看 它是让我们去论证一个东西 开放式的利弊 还是去论证一个东西 导致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应用我们课程里面的abc次组 和ideamap一起去想出观点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题目 好这篇文章题目是男人和女人 有不一样的Qualities 不一样的品质 然后所以男的就适合做一些工作 女的适合做另外一些工作 你同意还是反对 那么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如果我去分析的话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A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男女有不一样的品质啊 然后去导致他们去适合不一样的工作 我再说慢一点啊 这个很重要 男女有不一样的品质 导致他们适合不一样的工作 好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属于AC的结构 好我们来看一下 A应该是different attributes 那C就应该是make them suitable for different jobs 你需要去想的是说 中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他们suitable for different jobs 那可能就是help them learn things effectively 或者是equip them with competitive skills 比如说可能男的可能更good at logical thinking 可以帮助他们learn things effectively 好所以我们想的是中间这个b 而不是说开放式的你想任何东西都可以 这样子可以大大地去避免你们跑题 有些时候你卡到六分或者六点五分就是在这边的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ABC次组 第一个body段我要写的是 为什么different gender suit for different jobs 那我第一个reason就是they hold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就是a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a 它可以怎么样好接下来就是b strengthen their competency in particular jobs make them suitable for certain jobs 好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strengthen competency 这个strengthen就是强化加强他们的竞争力 好我们再看一个reason 2 inite characteristics 好上面说就是他们有不一样的品质 下面我想说是他们就是天生的 就是有不一样的特征更多是说physical上面的 be them physical or emotional 好这个可以帮助他们的equip them with competitive qualities 好equip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我等一下会具体讲这个词组 它是说给使得人们获得什么样子的知识 或者获得什么样子的技能 或者获得什么样子的qualities 它比那个acquare knowledge要更准确一点 help them make achievements in some areas 好下面reason 2的时候 那我要去论证说为什么不同的gender 去suit for different 好为什么different genders do not suit for different jobs 因为这是一个both views 这是一个 因为我这篇文章的观点是 我的观点是我取中间 我的结构是我取中间 所以我body 1的时候讲 为什么是有些时候是suit for different 是应该是男的做 男的应该做的是女的做 女的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但是我body 2的时候 我写的是为什么不应该被限制住 因为我自己是取的中间的 我写的是有些人应该这样 有些人不应该这样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的reason 1是什么 我写的是 some females are more competitive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non-dominated fields so do men 确实是这样 然后后面我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你看这边就没有具体的ABC是不是 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比较有结构的ABC了 但是我后来用例子去弥补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reason 2 reason 2是 there are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driven by enormous enthusiasm reason 2是一些特例 就是说有一些人 他就是他是driven by那些 他自己的那个 mentally非常strong 你知道吗 他就会develop massive 应该是massive develop massive dedication 可以改一下 massive dedication persistence and commitment 这个时候你看我用了很多高分的词 dedication persistence commitment enormous enthusiasm 他的这种ethudism 就会去trump 就会怎么样 就会比他 会弥补他在 可能是physical 或者是mental上面的不足 所以就会compromise and trump over the disadvantages in acquiring knowledge or trace 这个明治啊 比如说女的可能并不擅长 做什么engineering 但是她可能会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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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 所以这个会给他特别强的一个动力把它学好 虽然我觉得这个并不合适 为什么跟自己会不去呢 c help them achieve success even in areas favoring the other gender 可以帮助他们去achieve success in areas areas favoring the other gender的意思是说 在一些更倾向于更喜欢其他 怎么翻译 更喜欢其他另外一个gender的领域里面 也就是说比如说engineering可能是favor men 但是women can also make achievements 好 这就是abc词组 然后下面我们来具体 后面不具体讲了 然后我们来具体给你们讲一下为什么 什么叫做精准的词组 为什么abc词组很重要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equip with和half 有些同学刚才说equip somebody with competitive qualities 有些同学可能就会倾向于用 我们自己可能naturally的话 我们就会用they have competitive qualities 那为什么equip with 好可爱 为什么equip with 就是比这个have要好得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实际上是给你去做了一个解释 have是这个大圈圈 而equip with 是这个小圈圈 而这个大圈圈是说和have可以搭配的名词 有很多很多 比如have knowledge have money have food have friends have diseases 有很多很多 但是真正和equip with可以搭配的名词 只有equip with skills and knowledge 你可以看到了吗 have也可以给knowledge 但是equip with就会更瘦一点 就是更 你可以这样去形象想一想 have可能就是一个很胖胖的人 但是equip with就是一个很瘦瘦的人 所以他瘦一点的话 和他搭配的这个名词 就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Cambridge book里面对于equip with的解释 to give somebody the skills needed to do a particular thing the goal of the course 他按着他后面 他刻意强调是说 给某人skills needed to do a particular thing 然后这边给了具体的一些例句 比如说equip people with the skills 所以为什么equip with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准的词 那课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词组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很多遍 同学们不要改我课程里面的动词和名词搭配 我都是做了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才写出来的 你们不要去改我动词和名词的搭配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然后我们最后来说一下 ABC词组的重要性是在于 它target里面marking 我不再复习了 它target里面marking领域的里面有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task2 这个是官方的一个marking 好 Band 7里面的第一点就是task task response task response里面 他说了 他说to present present extends and support my ideas 什么叫extends more ideas 你要解释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A导致C 为什么你要有个B出来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这个是coherence和cohesion 它写是logically logic是什么意思 是时间的意思 时间是A发生 B发生 C在发生 动作的实现顺序 写了半年作文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logic 很多同学 我刚保证都不知道什么是logic organizes information and ideas 其实就是 put information in order presents a clear central topic 当然这个central topic 更多的是你的topic sentence 是怎么样写的 那我们再来看 Use is a sufficient range of vocabulary Range of vocabulary 是不是就在ABC里面有体现 Use less common lexical items 我刚才跟你讲的equip with produce occasional 这个没有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语法了 has good control of grammar and punctuation 很多同学都说 ABC词族 it's 1030 不好意思 我录课的时候 我的电脑就会叫 提醒我喝水 has good control of grammar and punctuation but might make a few errors 好 good error of grammar 的意思是说 你看一下你的ABC词族里面 你是实际上动词和名词 就避免了你的语法错 比如说 如果你不想equip with skills 你写的是 equip skills 那就没有with 那你少了一个借词 就叫做语法错误 所以说 ABC词族 targeting你平分的四项 一二三四四项 所以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们一定要认真来背一下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你们怎么样可以去获得ABC词族 好 我们课程 免费课程里面 免费课程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第六节课和第四节课 会经讲40座ABC词族 告诉你去怎么样应用 然后呢 kisels.com daily lessons 记住这个URL kisels.com daily lessons 里面都是范文的讲解 这里面都是ABC词族 你们不用再问我 老师去哪下载 这里面都可以下载 免费课程里面 这40座ABC词族 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给你们的 然后 然后还会有一个ABC词族 如何去应用的答案 就像刚才跟你讲的那样 然后我们 还有一个 一个就是我们有 mobile application 它可以帮助你去背诵 ABC词族 我们都是把AC放在一面 然后另外一面放的是ABC 然后你们的免费课程里面 有40座高频的ABC词族 同一词 这个mobile application 特别好的 可以给你读出来这个词 好 如果你们是还没有去 注册免费课程的话 一定要去记得注册一下 免费课程 付费课程 你们都知道 付费课程 我们的ABC词族要多很多 总共是从第七节课 数到第13节课 包括不同类型 免费课程只有这第一组 还是第一组的一半 那付费课程是全部的 然后呢 付费课程里面的ABC词族要多很多 你们可以看 它包括六大组的所有ABC词族 还包括六大组的所有keywords 就是同一次的替换 实际上可以让你在词组上面可以拿更多的分数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首先你要知道 ideas在文中 我们来说一下 为什么 我给你带你这样子来复习一下 你现在知道 每次去generate idea的时候 你的第一步都是去判断 你要去论证A还是去论证IC 然后你再写ABC词族 如果你跳过了第一步的话 你肯定就会跑题 我们这样来想 如果我这个题让你论证的是 vegetarian为什么去benefit mental health 你论证的半天写都是A 你写的是being a vegetarian 怎么样去benefit your physical health 怎么样帮你体重变得更瘦 那就完全是跑题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然后记住一下 什么样是精准的习组 记下这个习组 equip with your behalf 要好很多 以后对用它就可以了 好 这些课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期课来讲解一下 sentences 也就是说你们经常关心的问题 老师我怎么有这么多语法错误 怎么样去降低语法错误 怎么样让每篇文章都写上那种 特别高大上的句子结构